中共駐美國大使崔天凱 今年已在華盛頓郵報和Politico 等美國新聞機構發表5篇署名文章 還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專訪 而中共的人民日報 拒絕刊登美國駐華大使 特里·布蘭斯塔德的署名文章 在外交部公開的這篇文章中 布蘭斯塔德談到建立基於對等的 美中外交關係的看法 和建議《人民日報》的回覆稱 要通過不受限制的交往 和不受審查的討論來建立關係 蓬佩奧聲明認為 《人民日報》的回應 再次暴露了中共對自由言論 和認真嚴肅的思想辯論的恐懼 以及北京抱怨其他國家 缺乏公平對等待遇時表現出的虛偽 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週四發表了 國務院聲明的中文版 新唐人記者一文與威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一文 新唐人記者一文 新唐人記者一文